無線電視在2015年的直播節目中 安排藝人吃炸雞的環節 被通訊事務管理局裁定 違反廣告及節目條例 判罰款港幣15萬元 無線期後提出司法覆核 事件引起廣泛討論 通訊局事後展開研究 檢討現時免費電視節目中 規管直入式廣告的制度 當中包括委託獨立調查公司 在今年2月至6月 以面談電話方式 訪問了1,500多位 過去一個月曾收睇免費電視的觀眾 有6成觀眾表示 曾經看過直入式廣告 調查也問到 對免費電視出現直入式廣告的接受程度 42%的觀眾表示接受或非常接受 有39%表示普通 只有14%表示不接受或非常不接受 觀眾一般不接受新聞和時事節目出現直入式廣告 但就接受在旅遊、飲食、實況等等節目中出現 國務數觀眾也認為 有需要對免費電視節目內出現的直入式廣告 私家限制 同時通訊局也舉行了6場專題小組討論會 收集更多意見 有創意產業及媒體界的人士 包括免費電視持排機構的代表和廣告商等等 在討論會中向通訊事務局反映 應該放寬現時對直入式廣告的規管 而推動創意產業的發展 通訊局經考慮後 認為有利據檢討現行守則中 直入式廣告的相關條文 表明會在可行及適當的情況下 放寬現行的規管制度 Live TV 記者 徐家信報導 提供者 二手 徐家信 mutual 施主前進居領處 あります 襟day封沙署